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那标志性的锅盖头 上身穿着一件蓝色樱花这衬衣 衬衣的袖子板的胳膊处 里面穿的是一件白色圆领T恤 可以清楚的看到胸前映有迷老鼠的图案 男男手里拿着两个应援棒 他回头和身后的人在说话 那个人就是千玺的妈妈 这个时候虽然只能看到千玛的侧脸 但是看得出她的皮肤很好 头发自然的披在肩膀上 气质非常的好 男男在和千玛说完话之后就转身向舞台方向看去 千玛的很宠溺的伸手 摸了摸男男的头发 男男毕竟是小孩子 小孩子的甜心爱动 只见她拿着两个应援棒以上一下会玩耍 小脑袋还东张西望的到处看 当她看到这位网友在拍摄的时候 立马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站在原地不动 紧紧的盯着镜头 哈哈 可爱的男男可能也知道这是在拍视频 所以非常的配合吧 接着视频又转到千玛那个地方 只见千玛在回头和身后的说话 看来坐在千玛身边的人都是她熟悉的人 说完话回头的千玛看到 这位正在录视频本词的镜头 她冲镜头笑了笑 然后非常大方的向这位本词挥兽打招呼 而且还伸出一只手握住身前的男男 可爱的男男就这样停止玩耍应援棒的动作 呆忙忙的望着镜头 但这种呆忙只持续不到一秒 接着男男又开始拿着那个应援棒玩耍起来 而在这时身后似乎有很有意思的事发生 视频中除了男男所有人都向后回头望去 在看到结果之后 大家都开心的笑了起来 周年庆 千玛弟弟男男拿着两个应援棒玩耍 亲妈叫粉丝挥兽打招呼 一样千玛只有17岁 这个年龄应该正是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年龄 但是她却远离父母和亲人 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状态 让父母心疼 也让粉丝心疼 所以在周年庆这样的重大节日 亲妈带着弟弟男男来看她的表演 男男比以前长高了不少 也懂事了很多 看到粉丝的录像 原本再拿着应援棒 玩耍的她立马就不动了 哈哈 这小家伙也知道配合了吗 亲妈 也保养的也很好 气质仍旧很有雅 她看到粉丝时也立即非常友好的挥兽打招呼 周年庆有了妈妈和弟弟都来了 一样千玛应该很幸福吧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